我想要把它区分成两个层面 因为脑初血的手术跟动脉内的取酸手术 其实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手术 那其实它的适应症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说脑初血了 而去选这个手术还是这个手术 而是脑初血的手术是治疗初血型中风的患者 动脉取酸的手术是治疗缺血型中风的患者 我想这是根本性对疾病治疗不同的地方 我们先讲初血型的手术 初血型的患者他必须要做血块清除的手术 或者是引流管制放的手术 那在血块清除或引流管制放 其实它都有比较微创或是甚至用内视镜的方式 那一旦需要手术都可以跟医师详细讨论 就是说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手术 那甚至有没有更微创的方式 这是可以讨论的 动脉内取酸的手术 因为它适用的是血管阻塞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很像你家里的水槽不通 水管在S型的地方有渣渣塞住了 这时候可能用一些化学的物质 就像刚刚融血栓的药物把它打通融解 那或者是很顽固的 比如说头发的屑屑 你必须得用物理的方式 比如说拿一个通条去把它拖出来 或者是其他方式 那这个物理的方式就是动脉内机械取酸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其实它是一个微创的治疗 它的伤口通常是在腹骨沟 就是大家大腿的内侧 那里有骨动脉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做一个穿刺的路径 那一旦进入动脉之后 这个导管就一路可以从腹腔 然后胸腔到颈部进脑部 那医师就会在S光导引的状况下 在过程中不断的去确认 你真正堵塞的区域在哪里 一旦确定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抽吸的导管也好 或是机械的线圈也好 可以将这个血栓 尽可能把它完全的移除 一旦手术很顺利很成功 其实病人的恢复是非常快的 有可能在术后三到五天内就可以出院 而且神经学会达到比较好的恢复 但是有时候治疗的时间窗 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理想 比如说送医的延迟也好 或是在转运的过程中 疾病的症状恶化得比较快速也好 取栓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病人的症状的时候 住院天数可能就会拉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